这不是男团跳舞 是中国大陆的海底捞店员 一次排开 跳起抖音夯曲柯木三 在网路爆红后 越来越多人用餐点名要看柯木三 结果跳出事了 江苏淮安的海底捞 一名客人倾声 点了柯木三舞蹈助兴 被另一桌客人嫌音乐太吵 双方爆发口角 最后还变成肢体冲突 警方介入协调 但是类似的纠纷 不只在一家门市 柯木三洗脑旋律 有人看得很开心 也有人觉得很厌烦 柯木三的话 确实是每天都在跳 自我有可能反应说太吵的也有 除了柯木三 已经演变出擦玻璃舞 K-POP舞蹈等 被质疑低俗 过度服务 消耗员工等争议 现在部分门市 已经暂停跳舞服务 正在风头上 连官媒都点名 海底捞不要捞过戒 不过终于转亏为盈 上半年收入超过 188亿人民币 年增幅24.6% 净利22.58亿人民币 海底捞不只赚流量 也赚回实际业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